大家好我是Ray Ma 今天非常好陽光 一定有把機會跟大家到室外拍片 原因是手上有兩部S10 Plus 分別是一部裸機 一部用了今天跟大家介紹的HyperTech鑽石納米塗層 原因是要在陽光下看看有沒有影響到顯示效果 說到S10 Plus早前也說到 Code One手機找玻璃貼或其他保護屏幕產品已經比較困難 這次再加上屏下指紋解鎖 超聲波指紋解鎖難上加難 大家都知道這次S10 Plus出廠的時間上已經有一塊膠貼保護 但膠貼用久了就有問題 可能大家刮花了想換一塊等等 原生出廠的膠貼也會影響到指紋解鎖的速度 上一次也跟大家介紹過全貼盒的手工玻璃貼 而今天HyperTech鑽石納米塗層就好像為這部機構新訂造 因為是曲螢幕 它是一個液體形式在大家的螢幕上 變成不受曲螢幕影響 另外由於全透明 只是一個納米塗層在螢幕上 不會像玻璃貼一樣影響到指紋解鎖的速度 以及準繩度 至於這次HyperTech鑽石納米塗層的技術規格上來說 這次根據官方數字 它是能夠把大家的玻璃面板的硬度提升2000% 去到9.9H 另外它也是全隱形 但可以100%跟你的玻璃面板的物質 是100%緊密連接 因為這次的納米塗層 它是能夠滲透到大家玻璃面板的30-50μm之間 所以它是完全跟大家的玻璃材質互相緊扣了 從而達到防爆防花的效果 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做Drop Test 但之前也去了土耳其 大家也看到很多風沙 很多塵沙土的地方 還是完整無缺 沒有花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其他太陽光之下看看玻璃面 非常完美 沒有任何刮痕 再去到室內一些射燈之下看看 也沒有任何的花痕 或者去到普通大家室內 或者光管或者室內照明燈的時間 絕對是不會看到花痕 即使是陽光之下也沒有 當然了 所以我沒有跌過這部機 坦白說 相信大家即使塗了這個塗層 它真的防爆 都是以防萬一之算 但最主要當然是防刮 坦白說我都很少直接把手機放在褲袋裡 一般我都會用一些絨袋 就是把手機先放在褲袋裡 之後再放在褲袋裡 防刮花 但這次塗層上去之後 很放心可以直接放在褲袋裡用 真的方便 而且我也很相信它真的不會花 因為用了這麼久都沒有花 接下來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以及看看裡面的配件 以及apply方法的簡單教學 大家可以看到 兩年的香港行貨總代理的保養 另外它是瑞士製造的產品 以及後面大家可以看到9.9H的硬度 比起大家沒有做過任何的treatment 之前硬了7倍的表面 再深入的數據 真是歡迎大家到下面影片聊天的link 網站查詢 好了 回到這次apply方法 首先拿出第一包 這次第一包就是一個濕潤的抹布 大家就把你的手機表面清理乾淨 當大家感覺到布乾乾的時間 開始螢幕變成混濁殘餘物 拿出第二包 把你的殘餘物抹乾淨 一樣抹兩三分鐘直至乾淨為止 然後再到下一步 在大家正式apply的diamond gel之前 就要拿出第四包 跳去第四的 就是一塊乾的抹布 就是把你剛才一二個步驟的時間 在螢幕上如果還有任何殘餘物 或者一些水分 完全清理乾淨 抹到螢幕完全是光亮的時間 拿出diamond gel 然後把整包擠在螢幕上 一邊抹抹大概十分鐘打圈 這十分鐘這個過程是大家可以很明顯地 看到apply了一個塗層在螢幕上 因為它的反光會變成啞色 以及有一些很特別的紋理給大家看到 很明顯是一個結身的塗層給大家看到的 另外抹的時間真的比較長 大家內心打圈打圈的就抹 抹到相對比較光滑的時間 再用眼鏡部把這個殘餘物都清理好 首先跟大家試的當然是它的 一些biometric的解鎖方法 有沒有因為這個塗層而受到影響 由於我整個螢幕面都塗了 包括前置相機方面 所以首先跟大家試試face and lock的速度 一開對準沒問題很快速 跟裸機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再試一次 一對準馬上解鎖 平下的指紋解鎖 一按即刻放都跟原生裸機一樣 一按即刻放都可以馬上解鎖 所以基本上可以下敵論 就是這次hypertech納米鑽石塗層 不會影響到它的face and lock 以及平下超聲波指紋解鎖的速度 至於顯示效果的影響方面 基本上沒有影響 對於它的顏色對比度等等 以及可視角度 由於它都是納米塗層 全透明地放在大家的屏幕面上 大家也不會因為這個塗層 而影響到顯示效果 那就理所當然了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在畫面 比較一下哪一部是用了塗層 哪一部是未用塗層 我現場肉眼看 由於兩部手機 它們的白平衡有少許偏差 未至於完全一致 相信都是出廠較準的問題 但我相信在相機之下 或者大家的螢幕之下去看 基本上這兩塊螢幕顯示出來的顏色 光亮度 以至到對比度 銳利度等等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 就是跟裸機一樣 這次影片就跟大家看過 塗了這個塗層上去之後 對螢幕顯示效果的分別有沒有影響 對它的biometric解鎖 Face unlock 以及指紋解鎖的速度有沒有影響 以及是它apply的方法 但它其實也有些缺點 就是大家塗上去之後 就沒有辦法把它移除 要3C之後才要後行 另外始終它是一個納米塗層的液體 所以大家在金屬邊框 和玻璃面板之間 以至到Earpiece的前置聽筒 總是有少許殘餘物質在 如果大家戴了一套之後 基本上就把邊邊位置的殘餘物 遮住了看不到 所以大家就在保護性安全性 和方便用 以及你的強迫症之間 做一個取捨 另一個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大家摸上手的時候 質感是有變化的 可能是好事 就是告訴大家 這次這個塗層是真材實料 真的apply在上面 不是說假 而且大家看到它很容易黏指紋 怎樣出都還在 可能需要這個眼鏡布 精心的擦乾淨 始終它不是完美的產品 有它副作用 我就不能直接說必須入手 但是以我自己的體驗來說 就是用了這個塗層之後 真的方便 而且真的很耐刮 直接放在副作用 真的方便 而且我也很相信它 真的不會花 因為都用了這麼久都沒有花 對螢幕顯示 以及對它的biometric 指紋解鎖 Face and Lock 也完全沒有影響 是我非常喜歡它的地方 所以我也沒有後悔 將這個 納米塗層 apply在我的S10 Plus上面 如果大家喜歡追求到極致 對於螢幕顯示沒有影響 biometric的解鎖沒有影響 這個產品就適合你了 不是喔 但是如果你始終擔心 想日後有機會想把這個 保護層移除的話 可能玻璃貼 大家需要負上的Risk比較低 所以就視乎哪種產品的優點 更加能夠吸引到你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手機評測 以及其他電子產品介紹 包括真無線藍牙耳機即將登場 有一款是非常好用和型格的 下次再見 請繼續收看 下約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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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薄 兩按讚 下約 字幕歡迎